记者林金化台北报道,文化大学位于北市中正区延平南路,大安区建国南路二段的推广教育部欠缴1月份共669万元的电费,但因教长难产,相关经费又需校长核定,导致文大推广部恐被奔变,面临新学期无电可用窘况。 台电表示,会并时多收费,烧清电原则,据了解文化大学近期就会派人缴清。 台电表示,文化大学推广部的1月份电费缴费期限至21日,但用户并未如期缴纳,台电已主动联系文化大学并正式发函通知。 台电北市区营业处指出,催缴通知即发后会有7天宽限期,文化大学个案是到3月1日前要缴清,为缴费才会停电,但台电强调会并时多收费,烧清电原则。 台电说,7天期间内用户需付一笔持付费,据了解每持一天,文化大学需额外付110元,若在截止日缴交最多付770元。 据悉,文化大学一日与台电沟通并表明这几天就会缴清电费。 3. 4. 6. 4.